馬上來看 感覺上真的雪上加霜 本來這個升息縮表 大家串了蛋 這個五六月可能都會各升息 兩碼 加起來就是1% 沒有想到現在又傳出來 這個上海的疫情 燒到我們臺商來 今天臺商圈瘋傳說 這個昆山的停工 朝到五一長假 現在才四月上旬 到五一長假 長江三角是何等重要的地方 沒錯 是整個中國最重要 而且不只到五一長假 聽說五一之後還要繼續封 但是投資朋友不用害怕 我今天有打另外一句 它沒封 大家都快封了 對 但是其實在我們整個 臺灣的工廠來講 都能維持七到八成的一個生產 會有影響 但是可以持續生長 所以當然這個是大家比較害怕 大家比較害怕 我們就恐慌性沙盤 再加上來講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大盤來講 就是外資 今天來講 臺幣是扁破了二十九元 收盤來到二十九點零六元 這個是在一百零九年十月以來 臺股首度在讓你看到什麼 看到了二十九 那另外來講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現行來講 今天我們臺股來講 連線也是再度的下彎 這個也是一百零九年五月五號以來 臺股從連線開始上漲以來 首度下彎 所以這邊來講 相對起來 這個是相對緊張的 其實連線我們知道來講 在技術分析來講 季線叫做生命線 連線叫做多空線 跌破連線以下 如果正式跌破叫做什麼 就開始走空 那這個是整個大盤的一個走勢 但是大家也不用過度去擔心 為什麼 我們上次講過碰到連線 然後現在是連線又下彎 連線下彎 這個重重驗證 好像哇塞 小熊大熊要來了嗎 對對對 那我們整個指數看起來來講 看起來來講算是相對的一個弱勢 所以說在這邊來講 投資朋友來講 在弱勢的股票裡面 你要選擇強勢股來操作 其實這一波操作 很難選 不會其實很多股票來講 我們等一下看就知道 我們來看一下多空的因素來講 我們看下一頁 來 第一個來講持續貶值 貶到什麼 貶到二十九點零六 那臺股要大緩彈 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臺 臺幣貶值代表什麼 外資再賣出去 而且外資你看看 今天會賣三百多億 一直賣 一直賣 外資在這個資金移到美國去 當然臺幣就比較弱勢 所以這一個臺股來講 要有真的指數 要有大行情 臺幣一定要升值 第二個來講 我們臺灣三月的CPI3.27% 臺灣很少看到跌破3.27% 所以這臺灣的連線到3.27% 為什麼 六月份 臺灣可能會再次升息 這個部分來講 也是大家比較害怕的 三月份的物價很高 臺灣人口升不如十 從去年的這個時候 到現在臺灣人口減少多少人 你知道嗎 四十五萬人 二十年後 臺灣平均的年齡是六十四歲 六十幾歲 你看嘛 馬路上都是 那人口一直在這個減少的話 升不如數代表 這個不僅僅是股票人 這是國安問題 對對對 然後外資平保守 有戰爭 有升息 有縮表 最重要是什麼 疫情擴大 你看看現在 我們的總統在隔離 傳出行政院長 對 他的私機染疫 產生我們的經濟部長 他的私機染疫 可能都要去隔離 那這個部分來講 造成什麼 大家比較大的一個恐慌 所以說這個部分來講 都是利空 利多來講是什麼 三月份我們到今天營收全部都公佈 公佈的營收都很好 很多創新的股票 他不漲就不漲 第二個來講 政策你看看 我們的財經觀念 又要開始出來信心喊話了 最重要是什麼 今年來講 我們現金 我們今年臺股 去年臺股上市加上會 賺了四點二八兆 預估來講 大概有二點六兆的現金 股息會發出來 已經陸陸陸續續 開始在做一個出席的一個動作 所以從五月 六月之後 五月可能還會稍稍壓縮 六月之後這些資金釋放出來 那還要看我們臺積電 這個禮拜要法說 像若是這邊是五五五 但大家擔心這邊會不會破 會不會 其實我覺得破不破都是要買 為什麼 你看第一個 破不破都要買 都要買 第一個四月十四號法說 法說大家已經預估出來了 就是說他這一個第一季營收不錯 獲率會創新高 第二季營收成長四到六趴 如果臺幣持續貶值下去來講 不排除會提升到六到八趴 然後營收創新高 最重要是什麼 第二季地繼續成長 這個很重點 然後我們看看最重要一點 我就講 三星的一個旗艦機種 太熱了 他跟誰求援 跟臺積電求援 三星是我們做 我們全世界作業 晶圓大功的二哥 除了臺積電之後 就是他 你看要跟臺積電求援 所以臺積電來講 利多的一些消息什麼 大家現在可能外資 因為牽涉到資金 一直賣一直賣 但是你賣回去之後 你會覺得說 你全世界也找不到 這麼好的公司 大家知道說 臺積電一定是可以買 問題是價位問題 我們剛剛說看到 有人這次分析說是 從本益比來看 今年如果一倍是三十塊 有人說可以從十四到二十四倍 這是去年的一個範圍 範圍來看 沒錯 如果十四倍的話 是四百多臺積電 對 報告是抓說十七倍是五百一五百二 兩年線附近 你覺得 我覺得來講 當然股票在這個震盪過程裡面 他有可能會抄跌 但是抄跌的過程裡面 就是你買 記得一個很好的市值 所以你覺得現在五五八吧 可以買 對 就是說十四倍來講 是我們臺股來講 相對的一個本益比 但是以臺積電來講 你如果跟intel 你跟國際公司 來去做一個比較 以他的一個技術能力來講 我覺得來講給他十四倍 如果到那邊 我覺得就是一個 你很好分批買進去 可是現在還蠻遠的 所以這個價位 你覺得ok 其實以這個角度來講 也不是說很遠 這如果說震盪一兩天 可能就到了 對 資金準備好 對 但是我覺得來講 只要破了這個五五 他可能就會有一個恐慌性的沙盤 對 那個時候就是一個 最好的一個買進的機會 如果再一次恐慌性沙盤 沒錯 沒錯 好 大家放在心裡 沒錯 那第二檔來講 是我們昌榮 我們昌榮是什麼 我們老船長又買進了 我們這個老船長很厲害 我們這老船長 是台花的董事長 你看他當初在這裡賣的時候 他跟你講說什麼 逢高調節 我那時候暗示大家 人家這個老船長都在賣這個了 到這裡來講 他這裡又買進來了 那股票來講好不好 其實來講 並不見得他會漲 有人買就會漲 那這一個老船長買進去 來講什麼 很多這些水手會跟著買 其實我們國內來講 很多這些上市櫃公司 很喜歡操作長榮 為什麼 景氣他們看得到 他們的貨要教訓 他們看得到 所以很多人是跟著他買的 而且來講 唐榮很特殊 他三月的營收創歷史興高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震盪一下 以他的一個獲利來講 你把錢 比如說外資 很多人看到外資在賣 你也跟著賣 但是你把錢賣了之後 你放在銀行 不理性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會吸引到 只要這些企業的資金 慢慢回頭來買 他相對都有機會的 OK 這個也是有機會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選股 就是說你選對股 金融股大家都知道 要升級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 大家要買金融 你看這個是趙鋒金 一路一路漲上去 今天還在漲 對不對 你看我們的中華電信 二四一二的中華電信 今天收盤價一百三十塊 市值創新高 所以選股來講 以現在台股的 這個股市的這個市值來講 只要你選對股 你看其實台股在崩盤 你看趙鋒金 四十幾塊你多久沒有看到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選股是一個觀念 那你看看來講 華人你看持續嘛 對不對 然後下半年 我跟大家講過了 因為我們的這個CPI提高 所以怎麼樣 持續升級 持續升級 他就有相對的一個利差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投資朋友去做一個留意 只是漲到這裡了 大家下一題就問說 現在還可以買嗎 對 那還不能買 我跟你講 金融股 目前我們看這些 金控公司的這一些股東人數 都增加很多 都增加好多 那這個我覺得可以繼續買 為什麼 我探險的人就說 慶儀我買這個趙鋒金不錯 跟這個我們的潘 就是說 我買那個中信金也不錯 越來越講 為什麼會形成一個蜂巢 那當然不要去追 我們從這一些個股 我們要去選 那如果我要去選純股 我還能選什麼樣的股票 最重要來講 純股來講 我們第一個來講就是什麼 第一個本益比低 第二個他的價位低 第三個來講什麼 他的我們講的 他的淨值比低 從這邊來講 我們特別把趙鋒金 新光金 開發金 臺信金 玉新 玉山金跟和庫金 都是現在最熱的 把他選出來 我們從本益比來看最低的是誰 新光金 六點六六 開發金八點四十 股價淨值比 新光金零點六一 開發金 一點四 對不對 所以投資朋友 如果要去選的話 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他的概念圖 我覺得存股的角度 你看看 他相對來講 他才二十幾塊 他賺的錢跟趙鋒金差不多一樣 股價他的一半 你買這種 如果要存股 做比較長線 我覺得現在這些 從存股的角度來講 他的吸引力 就會比趙鋒金 就會比中信金 還要來得高 對 那新光金 你看看 開發金二字頭 還是可以 對對的 還是可以 相對比較起來便宜 你看新光金來講 他也是 是新光人壽 也是我們三大壽險 國泰 新光 這個三大壽險之一 你看他股價賺一塊六 其實他股價才多少 十一塊 本益比 你看看連十倍都還不到 所以投資朋友 如果說現在看人家買這一個 這個所謂的金融庫 我覺得要存股的 這個還可以參考 ok 好 給大家做參考 那麼要來看看 剛剛這個意思 強調說 現在是選股不選市 那挑對股票很重要 到底要怎麼挑 我們先放給大家聽 這個是用鏈的 用鏈的 對 前途無量 還是前途無量 兩個量不一樣 你選對股票的話 你就會 你就要賺錢 選錯股票 你就會賠錢 這個叫做 救世民庁 這個是布袋戲裡面很有名的 列一下 藍燈紛紛寡株蓮 千摩洞洞白揚天 窮天 姬義 賭書名 祖助 欠勤 福德典 佛丁 點 良花公園 一山 生肌救萬年 你選對股票 對 就可以救你自己 所以這個就是說 好像一個燈塔一樣 你要知道 你要去選什麼樣的股票 對不對 那我們選一些股票 來給投資朋友做參考 就是說第一個來講 應該這個怎麼樣 大盤去是散戶怎麼樣 散戶 散戶在幹嘛 亂買 亂買之後 怎麼再亂買 之前可以這樣 之前亂買亂賣 感覺都會隨便都可以賺錢 現在不行了啦 因為現在已經在連線 所以你要選的股票要對 那有一些股票來講 我們也覺得說 也不是所有股票看好 如果股票來講 有一些比較現行不好的 我覺得漲上去來講 逢高我們做一個調解 散戶 我要先幫大家先問這一檔 0050 0050來講 就是跟我們臺股來講 對 最多人喜歡的 可以嗎 你看看這個整個技術現行 已經相對弱勢 而且0050來看 你看 有沒有法人一路一路一路在賣 然後第一個來講 就是說他所擁有的是什麼 他擁有的電子股的比重最高 所以我們現在短線來講 先避開電子股 找一些比較傳產股 或者說電子股裡面 真的很棒的一個工材的布局 所以像這些公司 如果有反彈 我們先站在減碼的一個角度 可以換股做一個操作 來 第二檔 這些是反彈減碼股 那這一檔大力光 你看今天已經來到一千五百九十五 以前叫做什麼 傻瓜投資數 你不會選股的選什麼 最高價的股票都就對了 大力光現在暗淡無光 如果兩年前去買大力光的 就真的變成傻瓜 你看一直跌 接下來還持續在破底 而且來講 現在來講 就跟你說 這一些大家晶片都不用 他為什麼 因為現在手機 可能大家會考慮價格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他都是高階的 所以可能他這個部分來講 還是稍稍有一些 還沒跌完 還沒跌完 如果說有持股的 還是風高做一個調節 風高調節股 沒錯沒錯 當然來講 我們不是說都講不好的 當然有一些明燈的方向 在哪裡 明燈 明燈 對 明燈 閃亮亮的看一下 第一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泰國 這個是我們做快篩的農草廠 重草廠 快篩 今天漲停板 你看 不是 這是疫情幹業股 你想看看 講到這個生技股 大家講說 那都沒賺錢 對不對 大家的觀念都是這樣 他去年賺二十一點三五元 你把這個放在電子股 放在傳倉股 以現在的股價兩百五十五塊 現在來到二十一點三五元 你覺得他貴還是便宜 本利比也合理 何況他是快篩了一個領導廠商 我們快篩 你看國內現在來講 染疫的人數持續增加 所以像這些個股來講 你不用去追 拉回亮縮的時候 還可以去佈局 這個不是只有本夢筆而已 他已經獲利在這裡給你看了 所以像這一種來講 也提供給投資本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選股方向 第二檔來講 拉回可以關注的 國產 資產股 我們知道來講 只要有這個通膨 大家最喜歡 第一個買銀行 第二個買什麼 買資產 那買資產 你要注意到像買這種要有低價資產的 國產在國內大概有四十七萬坪 那個像他在臺北市南港的都庚 他那塊土地多少錢 你知道嗎 一坪他一點一五萬 像這一種他開發出來的利益 就來得非常大 所以說像這種有很多營建資產的 這個就投資朋友 也可以去做一個留意的 因為有同朋友 大家知道第一個就買銀行 第二個就買資產 資產就是說 他的資產沒有借錢 而且資產他的價錢很低了 這個大家都可以留意 你看外資一路 一路 這個大家都可以留意 第三個來講 就是說電子股 也不是沒有不好 電子股 我們要找這些什麼 營收會很好的 像光照來講 我們知道 因為台積電 釋出了一些大訂單 他的訂單看到什麼 看到年底的 那業績會一路成長 去年獲利也不錯 所以這一些跌都是一個挫殺 所以像這種電子股 我們要買的是什麼 業績看到年底了 也許現在被挫殺 但是來講 大家賣一賣 回頭一看 還是他最好 所以像這些個股來講 如果有拉回的時候 這個也是投資朋友 在這邊來講 可以縫地加碼的標的 OK 好 謝謝靜財科